这是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 记者谭玛和省文化局的司机老李 开着一辆半新的北京吉普 向一个小县城驶去 谭玛这一次是来山西采访一个民间活动 在省文化局工作的一个老同学 特意为他安排了一辆专车方便他的采访 这不由于一些琐碎的事情耽误了 谭玛和司机老李直到这个时候才离开省城 看记者你这次是专门采访放河灯的吧 对听说那个小县城的民俗活动搞得很有特色 放河灯每年都盛况空闲 现如今不是流行乡土什么的吗 这城里人呢就爱看这土香土色的玩意儿 别说他们那儿每年这时候放河灯啊 还真是挺热闹 听说有不少人啊是从左近大城市 他特意跑来参加的 谭玛这你知道放河灯干嘛吗 我倒是听说过那么一点 都是民间流传的 好像这一天呢是专门都为 已经过世的亲朋好友表示怀念什么的 就算是一种寄托吧 不过说的不好听点啊就是一信 活着的人呢求个良心太平吧 听你这意思你是不信这世上有鬼吧 我说不过谭记者 你知不知道我们山西它什么东西最多呀 这还用说煤呗 谁不知道你们山西这地方盛产煤炭 不光是煤还有 还有还有什么呀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儿还盛产美女 美女特多是吧 我们这儿啊鬼也很多 李师傅咱们别开这玩笑啊 哪有您这么自夸家乡呢 显摆什么不好说自个儿的地方鬼多 您别逗了 嘿嘿你看你还不信 你忘了那武侠小说里怎么说来着 一提着山西那个武林的帮派 竟是那是山西脊鬼来着 什么大头鬼了长毛鬼了 真的我们这地价古来就殷其重 鬼多 哎我说几个鬼故事给您听听 李师傅您可千万别嫁 我和自家就怕鬼 哎呦我怕怕怕怕 谭马的语气仍然是轻松的 内心却有了些恐惧 夜色渐渐弥漫开来 路两旁的景致越来越荒僻 偶尔还会闪现出几点蓝色的鬼火 谭马觉出一丝寒意 摇上车窗的一刹那 他恍然看见了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谭马莫名打了一个冷战 心中被什么抽紧了 哎谭记者 半天没说话了 不会真的被我那几个鬼故事吓着了吧 哎哪能啊 其实啊 我也是道听途说 闲着没事就好和大家讲几个鬼故事 吓唬着人玩 上回啊有一个女大学生坐我车 你猜怎么着 我愣把人给吓哭了 哎 听说啊 她在我们这待的这几天啊 晚上愣是一个人不敢上厕所 哎呀你可这是鬼不吓人人自怕呀 哎老李啊 这都走了半天了 咱什么时候能到啊 哎可不是啊 说这话这都 哎都十点了 再一小时吧 哎奇怪啊 前面这条路 我瞅着怎么不对劲啊 好像以前不是这样啊 我在这边跑了好几年了 不记得有这么一岔路口啊 哎 老李啊 天这么黑 难免走错道 哎 干脆咱下车问问 哎 看不出来啊老李啊 你们这儿 这晚上还真挺热闹 夜生活蛮丰富的嘛 老李把车停在了这个小江顿的路边 寒马拉开车门走下车去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城镇 只是这个时候 一见当所聪明 不处都是摧摧换摆的 欢迎笑容 村民们似乎在庆祝着什么 在这样一个几近午夜的时刻 家家户户都在四家门口 搭上桌子吃着饭 谭马随便走到了一家门前 向一个汉子问路 哎 这位大哥 请问往下面的县城是该直走啊 但是该左拐了 你路了啊 不死本地人啊 只走 一只顶到头就到了 啊 啊 谢谢啊 哎 你们大家庆祝什么呢 我们一年就过这一次节 得好好高兴高兴 谭马并没有听懂那汉子的话 或者他并不需要的 离开了热闹的小镇 老李和谭马按那汉子的指示 沿着原来的路一直向前开去 慢慢的路越来越不平 两旁也没有了人静 只有一吐吐的鬼火在车前闪现 谭女哥啊 这路它不对啊 我跑了这么多年车 可从来还没走过这路 不对 不对 一定是刚才那人给你指错了 可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就 看着这不太对啊 这哪是路啊 诶 诶 这荒山屁壤呢 也没个人问问啊 谭马和老李正嘀咕着 车灯扫过之处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诶 老李 前面有个人 这地下哪来的人呢 诶 这回好了 诶 停车问问他 问问他 谭马没有理会老李的犹豫 镜子开了车门 想那个人走了过去 或许是开了大半天夜路 又听了老李的几个鬼的故事 心里发毛的缘故 谭马看见黑暗里的人影 格外亲切 诶 老乡啊 接完个路 往小县城看河灯 这事严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吗 啊 看河灯啊 走错了 前面没有路了 刚才你们没路过一个小街吗 路过了 路过了 那人告诉我们说 一直往前走 就到 他给你们指错路了 往走过 谢谢您 谢谢您 您住这附近啊 我路过 路过 那个人避开了车灯的光 站在黑暗里 谭马看不清他的脸 接着一点昏暗的车灯 只能看见他红色的跨栏背心 和蓝色的军裤 嗨 老李啊 咱们还真是找错了 这人干嘛的 黑灯下火的 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怪怪的 他说路过的 路过的 要不是他 咱还不定要走多少冤枉路呢 得 老李 掉头 回去吧 老李迅速掉了个头 向原路飞驰而去 从后望镜中 坦马看见那个人 仍孤零零地站在原处 这一会儿功夫 两个人就回到了刚才问路的小镇 奇怪呢 我说老李啊 你看这才多大一会儿啊 这镇子上 我连一个人眼儿都没了 不会这么快就收局了吗 不对劲 不对劲 我说老李 您那一个人那儿嘀咕什么呢 你们这儿的风俗挺有趣啊 什么事都有 对对对 咱就这儿啊 望右拐啊 望右拐 这儿 快十二点吧 哎呀 咱们找人论吧 再确认一下 坦马自顾自地说着 不曾发现旁边的老李 早已变了颜色 刚才热闹非常的小镇 此时已是一片漆黑 没有半点声音 车灯扫过的房舍 不知是不是因为没了人气 显得破烂不堪 只是路边的阴暗处 忽然有了个人影闪过 哎老李 老李有人 有人停车停车停车 我我去问问 我去问问 我说 咱们还是别去了 我总觉得 哎 哎 哎 没事 没事 问明白了 好上路 都都快了 十二点了 明天了都快了啊 老李不情愿地停下了车 他妈从车上下来 直冲着那个刚过去的人影追剧 哎 哎 哎 大哥 哎 大哥 你慢点 接完个单 哎 咱往下面那个县城该怎么走啊 擦楼口又鬼 哎 你们这样收拾的还挺快 刚刚还 谭马木地停住了 他坦白的一张脸飞快地跑回车上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他连忙催促老李开车 小心翼翼地向后望镜看去 那个人 那个人站在角落里 这个车尾中 可以看见他红色的背心 蓝色的脸 是 就是荒野里的那个人 说话的声音 刚才他说话的声音 没错 没错 是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可是 可是相和这么远 相和这么远 这猛地颠簸了一下 谭记者 谭记者 哎 怎么样 我说你听见没有啊 谭记者 啊啊啊啊 啊 谭马睁开眼睛 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黑色 莫非 刚刚只是一场经验 可惜 可是为什么会如此真切 也许 也许真的发生过 哟 十二点了 今儿是我们这儿传统的鬼节 晚上要放和灯的 演织人员 编剧 雅南 导演 张霜 录音合成 张霜 现场控制 小影 剧中人物 谭马由陆林涛饰演 老李由罗霄斌饰饰演 老乡由李友德饰演 这是九月一天 警官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炎热的暑气 却还没有最幸 每年的这个季节 正是龙卷风肆虐S事的时候 艾美一个人在家 电视里正播放着晚些新闻 火车也该来了吧 每晚的这个时候 总要被吵架了 今晚的风 可能有点大 艾美担心的 看了看窗外 一条铁轨穿过屋后 那片小树林 一直向北延伸去了 今年的风 大概比去年 要来得猛吧 厨房那扇窗的玻璃 也该安上去了 都已经碎了好几天了 Jack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等他一回来 就跟他说 艾美正想着 也许明天 Jack就能回来了 突然 厨房里传了一阵 奇怪的声音 艾美侧耳听了一下 不敢移动 谁 艾美的心快跳出胸口 但整个身体 就像冰沸摹得上似的 动用过来 谁 谁在那 Jack 是你回来了吗 一阵寂静 终于 艾美把手伸向电话 黑暗的厨房里 一下子冲出两个 衣身蓝绿的男人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对住了他 爸 坐上别动 不如出声 你 别喊 你要敢喊 就别想活命 别让他房里电话 把电拔了 别开枪 我一定不喊 求你们千万别开枪 两个男人在艾美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手里依然紧握着那把枪 眼睛充满了血丝 最初张望 闭嘴 你去看看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可动不了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要什么就拿吧 只是 不要开枪 也许 厨房里有吃的 我想 你们 坐上别动 你要想打出去逃跑 你们到底是谁 听说 在艾尔市 前几个月 连环入室抢劫案了没有 你们 你们不会是 看来 你也看到通缉令了 通天开地的通缉令 所以 你要想逃 你也就活不了了 对 一个尹杀 十个尹杀 也不在乎多你一个 别 我不会逃跑 别杀我 你们看 你们两个人还戴着枪 我能跑吗 我只是觉得 你们可能需要 吃一点东西 我想 一个念头定个一扇 在艾尼的脑机掠过 也许 你们可以到厨房里 别废话 就是 我们不会跟你客气的 就你一个人 他呢 沙发旁的小茶几上摆着一张艾美和杰克特影 那是他们两人在这所屋子前的草坪上照的 好多年了 照片已经发黄 这屋子也该拆了 他是我丈夫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今儿晚上 不 他今天不在 他到M区去了 那刚刮过一场龙卷风 有很多人受了重伤 他们通知他去参加救援 他是个医生 幸亏他运气好 不回来 要不然 你去厨房拿点东西吧 他妈的 都两天没吃饭了 你看着他 可别让他跑了 放心 放心 就他一个跑不了 艾美眼睁睁的 看着两个饥饿的男人 狼吞虎咽的大嚼 看样子 从数千里之外的艾尔士 奔命逃亡到这里 他们已经很久 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饱饭 睡一个好觉 精疲力竭 清楚地写在他们的脸上 别看那 千万别看那 艾美兼具不让 他自己的眼睛 倒向他们背后的墙上 那儿挂着Jack的一把电箱 等我们吃饱了 你就乖乖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 赏他我们动手 要是 本来就够累的 碰上那么大的风 真是活见鬼了 哪来的这么大的风 各位观众 现在播送本台刚刚收到的紧急通知 第八号龙卷风 于今天下午两点登陆M区 风力十级 由于这次风力较大 而且来势凶猛 M区遭受损失重大 目前 大量被困伤员正在积极救助之中 据悉 龙卷风已经改变风向 即将抵达本市 请市民们做好紧急防范措施 请市民们做好紧急防范措施 怎么办呢 叫什么 不想活了 可是龙卷风就要来了呀 M区又不在这儿 你别想趁机逃跑 龙卷风改向了 就要到这儿来了 不用逃 咱们都没命了 住口 你吓唬谁呀 我们俩刚从外面回来 外面也没那么大的风啊 能怎么样 那只是龙卷风来以前的小风罢了 你们在L市没有见过真正的龙卷风 不知道他的厉害 他能够把大树连根拔起 把房屋推倒 那呼呼的风声就像火车开动时的 风鸣声 震得你耳朵发聋 你再说再说我就开枪了 反正都死定了 屋里怕什么呀 这屋子早该拆了 龙卷风一来 肯定保不住 我丈夫下午还打电话来说 M区好多屋子都被龙卷风刮倒了 许多人都被活活的压死了 没想到龙卷风竟然转向了 这时电视新闻里正播放M区受龙卷风袭击后的场面 看他的房屋满地的碎石瓦地 辗转身前的伤员 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哎呀 你们听 外面的风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暧昧的声音里透着惊慌 呼呼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 厨房里那一扇的座窗被打得啪啪作响 一阵阵地打在他们的心上 啊 这呆的路上可没命 这 这破屋子出去躲一躲吧 怎么 怎么办啊 那这儿东西怎么办呢 怕呢 不 我不出去 没人敢在龙卷风来的时候 跑到大街上去 一出去就会被风卷到半空 那还能有命吗 怎么办呢 这他妈到底怎么办呢 他妈的 想不到 倒头来 傻傻子 就这样吧 时间不多了 那你决定就这么办了 不 不 别开枪 难道你们不想活了吗 谁不想活了 跑了那么远都没死 却在这儿完了 反正我能活不了 你们就也得死 我没说咱们一定躲不过这场龙卷风啊 求求你们别杀我 我有办法让我们三个人都活下来 什么办法 龙卷风 龙卷风来了 你听 轰隆隆的声音 越来越讲了 两个惊风的男人 开始在屋里来回着走圈 怎么办 快说呀 怎么办呀 快说呀 你快说呀 地下室 快 走到地下室 快 走到地下室 快说 那是龙卷风唯一到不了的地方 左转 第一扇小门进去 轰隆隆的声音已经近代的叹 大地颤抖的越发厉害 龙卷风就要破门而入了 两个男人惊慌地转过身子 直奔地下室 艾米跳起来 一把抓过猎枪 对着两个狂奔的身影 扣动了扳机 十分钟之后 警察在呼啸的警惕声中 赶到了艾米家 小姐 你没事吧 我很好 真幸运 小姐 你一个人怎么就对付了 这两个凶恶的家伙呢 在逃跑的这一段时间里 他们已经杀了六个人了 他们可是两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呀 我只是动力上脑筋 疲劳 饥饿 紧张 已经使他们的精神几经崩溃 当每晚十点的火车照例 从我的屋后驶过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十级的龙卷风就要来了 于是他们在逃进地下室的时候 开车解消了他们 这只是心理学的一个小小的计策而已 其实十级的风根本摧毁不了这屋子 真高兴我能和Jack去过周末了 演织人员 编剧于穷 导演于穷 录音合成雅南 剧中人物 艾米由雨薇饰演 歹图由王维 魏东饰演 其他演员 戴鹏飞 沐灵涛 旁白 文风 放开你的头脑 发射你的感觉 请请全接触 热情接触 八方意见 您的精彩故事 我们的精良制作 请请全接触 全力以赴 让您梦想成真 引爆惊喜心情 请请全接触 请请全接触 下期剧目 精彩预告 恐怖的阴影 涌照的笑容 学生宿舍楼里 滚影冲冲 夜幕降临 夜色演绎着欲望和自我 发动炸弹突袭 漆黑的观景室 一个声音 在身后响起 回头一看 咬人 复仇的幽灵 在小学大楼里 辗转声音 搜寻目标 夜深人静 无人驾驶的校车 搬在那没有尽头的黑暗之处 狂乱的心跳 听响的叫声 緊張到没有呼吸 提醒全接触 最新奉献 系列剧 校园惊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